有个问题,吸汗的时候为什么要加松香? 咱们先来看看没加松香的,是粘在铜线上了,但几乎一把就掉。 下面给它抹点松香,结果汗料变得像水一样,很快便完完整整地覆盖在了铜线表面。 为啥加点松香,汗接就变得容易了很多呢? 我们都知道,汗接时的温度能达到200多摄氏度。 在该温度下,铜很容易会被氧化,并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,阻止汗料对铜线的净润,导致连接不良。 而这里的松香便是一种助汗剂。 像早期的助汗剂会用盐酸,它的腐蚀性更强,很容易能够溶解金属表面的氧化膜,多用来焊接管道或汽车上较厚的肚层。 但因为残留物具有一定的导电性,无法焊接电子产品。 所以后面又有了酸性较弱的有机助汗剂,比如柠檬酸。 可弱酸也是酸,汗接之后不洗掉还是会腐蚀材料。 那要是碰上一些无法水洗的电子产品该咋办呢? 没错,还有松香。 它的汗接残留物没有腐蚀性,并且吸汗的最佳温度刚好处于它的活性温度范围内。 汗接之前,需要迁将25%的松香溶解在75%的酒精中。 汗接时,松香先融化。 一方面,它能去除氧化膜,隔绝空气,防止金属表面再次氧化。 另一方面,当烙铁头、汗锡和汗点三者接触融化后, 松香还可以提高汗锡材料的流动性,使其能够更加均匀地润湿金属表面,确保汗接的质量。 那我很好奇,长时间做这个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吗? 其实,关键要看里面含不含铁。 像一些含铁汗锡丝在受热后,会随着挥发产生的白烟被吸入到身体中。 当超过一定浓度后,就会引起铁中毒。 可能有小伙伴会说,用无铁的不好吗? 我们来对比一下二者的汗接效果。 这是有铁的,你能看到它的表面比较光滑闪亮。 这是不含铁的,它的融化温度相对来说要更高点。 因此冷却后,结构也会有所不同。 是不是有点像没经过打磨的? 这是因为在焊接的过程中,铁会提高吸线的活性,净润性会比无铁的好。 并且除了牵延外,松香在高温下产生的大量氨气以及本分、甲醛等低浓度有害物质,不仅刺鼻难闻,长时间接触后也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和皮肤炎症等问题。 所以在西汗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